侠女正好相反 越是侠甘义胆 越对权力富贵不屑一顾 个个古道热肠 得是个痴情种 影视剧里的风尘女往往介于这两者之间 菊仙的纵身一跳 还真有点金庸在天龙八部里写的 虽万千人无王矣 俏丽艳门绝必无鱼字的气概 没有一颗赤诚的心 对情义有种天真的信仰 绝不敢这么干 当菊仙跳进段小楼怀里的那一刻 是他唯一一次站在所有男人头上的一刻 他立在制高点上指着楼上那他烂泥 你们敢吗 可惜金庸那首词 前半绝还有一句 巨隐谦卑男儿侍 英雄的禁忆词是男子汉大丈夫 唯有女英雄 那也是女中丈夫 其实还是在夸男人 旧时的女人出路只有两个 一个是良家妇女 靠给人当老婆或者是小老婆为生 翻译过海上花烈传的张爱玲说过 结婚若是为了维持生计 那婚姻就是长期卖淫 另外一个出路就是真的去卖淫 风尘女几乎是唯一一种走出家门 和男人混在同一片江湖里的女人 所以乱世出豪杰也出名机 真实的民国有所谓的四大名机 其中一个安卓拉卑鄙演过江湖一号小凤仙 安卓拉卑鄙演的怎么样我就不展开了 毕竟至今还记得瞪眼干枯的名场面 还是推荐去看章鱼在知音里演的小凤仙 坊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蔡厄筹谋起义讨伐袁世凯 虽命待赞期小凤仙始终不离不弃 还在危难时刻搭救蔡厄 逃离袁世凯的掌控 小凤仙到底在二次革命中起了多少作用 正史没有记录 不过蔡厄给他写的词留了下来 自古家人多盈物 从来侠女出封城 也许并不是只有封城女才懂得侠义 而是那时的女人不入封城 就只能入女的 良家妇女再情侠高义 也没有空间施展 女人在历史上留下真实姓名和完整生畜年的没有几个 明末清初的名姬柳如氏 占了宝贵的一个名额 她留下了李宗族世界最高等级的美名 甘心殉国投湖水 商女节操胜丈夫 柳如氏从良嫁给末氏名臣 钱千亿当妾 眼下清君南下 和丈夫约定投湖殉国 钱千亿到了水边来了句 水太凉下不去就要溜 柳如氏奋身跳下被钱千亿救了上来 万倩演过柳如氏 这是在得知钱千亿欲被降清时的一幕 冲到前厅 举起盆板 想弄砸过去 可终究不忍 泪流满面 浑身颤抖 虽然提到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 第一时间想到永远都是黄色废料 但历史流明 或者是文艺作品虚构出的知名妓女形象 都不是因为貌美和好 她们要么是绅士飘零 映射了那句名言 时代的伊丽莎落在每个人头上 都是一座山 比如和柳如氏齐名的 秦淮八雁 另一雁 陈圆圆 陈小春版的陆顶记中的陈圆圆 或者是强女子 虽然是身处下流 但志气高洁 比如潘红演过的杜师娘 潘红本人是出了名的倔脾气 八十年代 内娱时代 风向标 大众电影 已经给很多女明星拍过性感的风风面 但是摄影师从不敢让潘红拍 怕她生气走人 所以哪怕年轻正当红时 潘红的封面永远是端正大头照 让她来演鸡女 兼猎女杜师娘 再合适不过了 杜师娘 怒沉白宝香 因为跟菊仙一样 盲信欢场有真情 她和菊仙都以为 能够找到终身的依靠 终于能够从封尘 升级为成女德 但后来 自于对男人的心灰意冷 女德并不是出路 可能是另外一个地狱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